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是X30的手機 那我們要強調的一個特點是 它跟傳統的比如說背墳在VR上面的話 它一般就是轉來轉去嘛 就坐在沙發上轉來看 我們這個待會背貌的體驗比較特別是 它能夠在2.5米在2.5米這個空間裡面走 所以大家在這邊走 所以它有空間改動器 空間定位器 對 它外有Position的Tracking 那空間的定位這部分我們是 就是純靠這個CAMERA還有GYRO跟G-SENSOR來去做 所以剛剛講的這個CAMERA它有需要客製的CAMERA嗎 就是說這個就是我們的特點 我們用的是一般的 都一般相機它可以做到空間的定位而已 對 所以Tango應該也會可以類似做到這樣的程度 我們跟Tango做到就是想要做到同樣的效果空間定位 但是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對 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試圖在看說 怎樣讓大眾去深入 去熟悉這個東西 因為VR這個東西 以前都是一些GAME的重途 玩家 就本身很有體驗 那一般熟得不去體驗這個東西 如果說我今天多買了那些深入相機 Motion Cam 只是為了VR 那除了VR之外 這兩個鏡頭沒有用 但是我的點就是反正 那反過來我以MTK的這樣子 我已經參與說一下MTK 不然包裝到VR的程度去 它是不是 假設這東西 真的可以落實在每台設備 就任何機器 任何機器 都可以做到VR的效果 對 那這樣是最好的狀況 對 就是我們是把它包裝在整個 在我們MTK的整個處理器上面 對 然後這個component等於說 你在一般就算使用者沒有用CAMERA的 就是在他沒有用VR的情況下 那你還是可以用原本的後鏡頭 所以這也會是之後X30的情況 還有一些功能的基因嗎 就是一個Differentiation 對 對 在VR這一塊 那這個是一個虛擬實機啊 這是真實的 我們是讓它做的就是很Colorble 但是因為待會兒就要帶你到另外一個世界 我們會帶到 OK 那就帶回台灣了 會帶到台北的上空這樣子 喔 對 對 我這邊有一個女孩 對 貪貪 我知道你想要測什麼 我們等一下再來測 所以我現在如果移動這個手機 它就會有空間感應 我先試給你感應 你可以再後退一點 好 你有沒有電話給你 OK 我帶它走進去 對 一般傳統就是轉動 我現在試著移動 然後去靠近這個女生 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靠近它這樣子 可以穿過它 因為它是GPU畫出來的 對 那我當然也可以蹲下起立 那當然想要 突然 突然跌倒 突然 突然 慢慢動 其實動的時候 好 因為實際上它是帶在頭上 通常 頭不會動 有時候蹲下來的時候 突然上面有人在叫我 我就 往上看一下 你可以再靠近 這樣子 可以再靠近 對 因為它是有 這個人這樣 科技的結晶 沒有問題 這個動作機我都看過了幾遍 對 而且也可以穿過去 因為其實是Graphic Render出來的 所以它其實裡面是空的 對 OK 好 說正主要偏遠 呵呵 好 我們再站上 那一個剛剛是看裡面 那我們看外面 我們繞著它轉一下 OK 來轉 我們轉一下它側邊這樣 對 所以就可以看到它側邊 這樣子 根據你空間當中的定位來看 那像這種 你跟HTC Vive比起來的話 我們多了就是所謂的Mobility 現在女孩消失 因為我們換了另外一個場景 對 這邊有一個影片 待會要體驗的說 位置 你的位置跟你的聲音 其實有關係 我現在的音響在前方這樣 那你靠近的時候 理論上音響要變大聲了 比如說我比較靠近音源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可以靠近 平常感比較 會更充沛這樣 對 距離其實是可以調整 我現在因為距離空間不大 所以我就讓你走一小步 就把聲音搭配 對 看你的空間的那個scale 怎麼定義 然後左轉的話 就是你會聽到 右側的聲音會從右邊來 這樣 那你在左轉的話 代表你轉到後面 所以聲音理論上 會從你的耳朵後方過來 這樣 所以聲音這部分的 rendering 也是靠手機本身的運算 然後搭配你現在所在的位置 去得到的結果這樣 那最後這個demo最後就是 我們就做一個ending這樣 就是把虛擬空間 再把它關起門來 然後頭拿下來之後 就回到真實世界這樣子 就是做一個場景的連結 謝謝 謝謝 謝謝